一年一度童万节宣传活动正式开跑 距离开幕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16日起开始招募公督生 但却被诈骗集团盯上 同样在社群网站成立粉砖 发布假优惠讯息 诱导民众加入LINE群组以骗取个资 很难分辨 很像 如果要带小孩子去的话 家长的部分就直接会登载 确实的去看一下 童万节真的有确定有搞这个东西出来吗 不确定的话就千万不要去点 诈骗网站与官方网站乍看之下 没有太大的差异 一般民众恐怕无法轻易分辨 主办方表示 诈骗网站虽然与他们刊登的招募照片一模一样 但详细的活动日期确实错的 今年的同万节是7月6号到8月18号 诈骗网站写的确实7月1号 本砖的按赞数也有很大的差异 另外正确的官方网站 还有许多往年活动举办的照片 但诈骗网站并无这些国王资料 我们担心说在招募期间 游客或者是公读生 误点入这个LINE的群组 所以我们也赶紧跟检察局来做报案 主办方表示 不管是活动资讯还是公读生招募 都是利用粉砖来进行 绝没有加入LINE群组这个环节 提醒民众期待出游的同时 也要多加注意 以免遭到诈骗 记者林医生 霓士岗 朱军毅 依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